詞・編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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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 我們迎續上個單元 繼續來討論 請大家看講義第十四頁 第一行 請看真文 無疾一真 靈明暫覺 有無相生 真空妙有 繼續請看書文 無疾一真者 自心真體 心冤暫極 性海西陵 氣 既於理 無體之體 名曰 無疾一名一真也 靈明暫覺者 乃自心真體 無疾一真之靈明動策 暫己長橫 絕代圓隆也 有無相生者 其無者乃無疾一真之無相 有者為太極一素 之無不相 有無相生 即是無疾太極之無相 無不相也 真空妙有者 極空極有 極有極空 空有不二 無助生心之 忠道實相也 這段真文要來說明 普天下的人類 每一個人的自心真體 最真實究竟的真理 也就是我們最真實的本來面目 在書文裡面 先把這個大意說明一下 所謂的無疾一真 在這裡面 內容講得非常的詳細 所謂的心冤戰極 性海西陵 氣寂以理 它是無體之體 我們會在後面的抄文裡面詳細來為大家解釋 那在這裡先告知大家 我們的自心真體 它的真實面目 我們稱它為無疾 在《易經道德經》裡面 我們稱它為無疾 那在《金剛經》裡面 我們的自心真體 也就是我們最真實的本來面目 我們稱它為一真 所以我們在真文裡面 把這兩句話合起來 就是所謂的無疾一真 我們先了解這個大意 無疾一真不是在說什麼 就是在說你自己的心 最真實 最究竟的本來面目 它就是無疾一真 那麼如同我們前面 在真道學簡介的地方內 一直跟大家說明 《易經》 《金剛經》 《道德經》 它是同根同源的一本道題 所以我們在這裡所講的 都是在講我們的自心真體 但是我們會把這三部經的根源 所用的不同名詞 它都是在講我們的自性 也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我們最真實最究竟的本來面目 這個是全人類大家共同所擁有 而且大家都平等平等 這個就是真相 我們前面一直都提到了 真道學就是把這個真相 要禀告於天下 所以在這裡我們先了解到 什麼叫無疾一真 這個就是我們真道學裡面 把這個最究竟的真實之理 把它匯集起來 讓天下人都能夠明了 那無疾一真的自心真體 它是靈明佔絕 所以在書文裡面提到 這個靈明佔絕呢 靈明是靈明動策 佔就是佔己長衡 那絕呢就是絕代元榮 那何謂靈明動策 當然它就是要詳細的來為您說明 您的自心是靈明動策的 您的自心呢也是佔己長衡的 您的自心呢也是絕代元榮的 我們在後面的抄文啊 會把這些詳細的來為大家說明 那麼這段真文裡面呢 又告訴我們 我們的自心真體啊 是有無相生 這也是真相啊 那什麼叫有無相生呢 我們在這裡啊 先把大意告訴大家 如同文裡面所講的 其無者是什麼 就是無己一生 它就是無相 那有呢 有是什麼 有就是太己一數 它是什麼 它是無不相 所以呢 有無相生啊 就是無己太己的無相 無不相 無相無不相啊 在金剛經裡面所講的 就是諸法實相 所謂諸法實相啊 就是呢 生命宇宙最真實的真相 我們在前面簡介的地方提到了 這個最真實的真相呢 才是我們真正的真理信仰 因為它所講的 是我們所有人類啊 平等的自心真體 這個跟宗教沒有關係 好 因為你我的自心真體 都一樣 都平等 唯有論到究竟處啊 我們才知道它真正的平等在哪裡 那如果沒有論到究竟處 這個真理呢 是還有帶著意識心的情感在裡面 那自然就有眉護之間了 好 如果看到究竟處的平等一如 所有的眉護之間啊 冰消淫善啊 而化為烏有 所以天下人 我們還沒有看到這個真相 每一個人都要有心靈上的寄託 所以我們會隨著我們的因緣呢 依附在跟我們有緣的宗教裡面 好 所以呢 我們這一會啊 是要把這個真相呢 禀告於天下 所以 換句話說 我們的自心真體是有無相生的 無相無不相 也就是 我們的自性每一個人都記足諸法實相 這個在《金剛經》裡面 講得非常清楚 第四季的真文告訴我們 我們的自心真體是怎麼樣 真空妙有 何謂真空妙有呢 我們在這裡先把大意告知大家 就是極空極有 極有極空 空有不二 那具體的應用呢 那具體的應用呢 就是無助身心 這個在《金剛經》裡面啊 講得非常的拓彻 所以它是屬於一個中道實相 空 空 我們在這裡啊 用很粗淺的來解釋 空就是你看不到的 油呢 就是你用你的肉體感受得到的 我們知道我們這個肉體啊 具體來講 可分為六根 有感覺的 分為六個部分 我們一般稱為六根 所謂眼睛耳朵 眼睛可以看外面的世界 耳朵呢 可以聽外面的聲音 我們鼻子啊 還是有感覺 很靈敏的 它能夠聞味道 那我們的手頭呢 能夠嚐我們吃東西的 酸甜苦辣 那我們的身體呢 能夠感觸啊 外面的世界 冷熱啊 還有很多敏感的東西 我們身體 全身都非常的敏感 還有我們的意念 就是我們自然而然的 會起念頭 我們稱為大妄想 所以具體來講叫 眼耳鼻舌生意 我們統稱為六根 這個六根啊 所接觸的就是油 就是我們這個肉體 那我們的肉體裡面 大家也都知道 互有一個靈體 這個靈體啊 我們過去常常討論啊 密之了不可得 不可言其五 你找啊找不到它 但是你不能說它沒有 這個就是空 很健康的一個人 要記住兩樣東西 身心健康 身是代表肉體 心是代表靈體 靈體跟肉體啊 應用呢 要互相協調 那應用得好 我們叫身心愉悦 那應用不好呢 心靈啊 枯絕 精神滑弱 這樣的世界是很苦的 但是靈體你看到了嗎 沒有看到 剛剛我們所講的六根啊 都感觸不到 這個叫空 那你的肉體呢 六根呢 一直接觸外面 剛剛講的 這六個器官 隨時在感應 很敏感 這個叫油 所以油不能離開空 空要在油上面發揮作用 我們的靈體沒有這個肉體 你也沒有辦法發揮作用 所以它兩個啊 是分不開的 那兩個呢 一定要協調 那我們現代的人啊 過著科技時代的物質文明的生活 就是不協調 因為我們不懂的靈體 空我們不懂 我們隱蔑地在追求什麼 追求油 所以偏頗在一邊啊 沒有達到平衡 這樣的世界啊 我們看起來 外在的世界是很美好 但是內心的世界呢 是很空滑 所以現代人有時候很矛盾 有苦講不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簡單的論空跟油 後面還有很多呢 更精彩的道理啊 會分享給大家 好 那麼我們就 把這一段真文啊 我們藉由書文呢 把這個大意啊 概列的跟大家先提一下 這個就是一個熱身運動 先熱身一下 好 大家請看抄文 無極一真者 自信真體 心願佔極 性海西陵 氣濟於里 五體之體 明月無極 一明一真 我們呢 在前面啊 書文的地方有概列提到 那詳細呢 我們在這一段抄文裡面 來為大家說明 我們 大家已經都了解了 這一切所談啊 都是在談我們全人類平等的自信真體 它的真相 所謂心冤佔極 所謂心冤佔極 冤啊就是根源 我們每一個人的心啊 的根源處 佔呢就是清靜不然 極呢就是如如不動 所以我們的清靜自信大海 稱為性海 它是西陵 什麼叫西陵呢 虚啊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無相 你看不到摸不到 六根感觸不到 但是呢 它的作用 非常的不可思議 我們可以說是靈敏皆知 它的作用 忌足動策的作用 這個後面啊 我們會針對你 這樣來說明 這裡所說的氣 記憶裡 是無體之體 這個在金剛經裡面講的無相 也就是一真法界的真實現象 就是氣記憶裡 這個氣啊 我們很少看到 我們一般看到的 就是氣象那個氣 那這個氣呢 它有特殊的含義 它叫先天的氣 什麼叫先天呢 我們就由金剛經來了解 更能夠明了 先天的氣啊 先天就是你的自信 本來沒有念頭 也就是你清靜的自信 沒有動念頭以前 最真實的本來面目 或者我們常稱為 父母未生前是本來面目 也就是您的心 還沒有被你的念頭污染 還沒有起心動念之前 最真實的狀況 它無念不是什麼都沒有 它裡面是有氣的 但是這個氣呢 記在理上面 這個理啊 告訴我們就是它不動 有氣但是它不動 所以它有提 但是呢 用六根感觸不到 而且呢 更深一層的 超越六根 你還是感觸不到 所以現代的科學 追不到這個東西 因為科學都是用念頭 所以它叫無體之體 後面我們會詳細談到 所謂無名無相 無策無畏 但是呢 它記住這樣的東西 我們很粗淺的比喻啊 在前面呢我們都比喻過了 就像我們活在當下 這個生命法這裡面呢 充滿了氧氣 氧氣你看到了嗎 沒有 但是呢大家都知道 我們沒有氧氣活不了 前面我們都一直提到 那氧氣你看不到摸不到 六根感觸不到 它就是一個無體之體 所以難怪我們人往生以後啊 肉體壞掉 靈體呢離開了肉體 我們凡人啊 用六根感觸不到 所以有的人就半信半疑 到底人死了以後 還有沒有靈體 或者是有沒有東西存在呢 是不是像燈妹一樣啊 什麼都沒有了 那這個就猶如說你沒有看到空氣 你懷疑說到底有沒有空氣啊 所以呢我們前面啊 就一直提到啦 人沒有空氣是活不了的啦 而且呢我們的生命裡面 肉體生命裡面 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氧氣 這些道理我們前面都講了 所以這個就是無體之體 簡單來講 就是你的本來面目 還沒有動念頭以前 它的真相 我們稱它為先天的本體 這個呢 在《易經》或者《道德經》裡面 就稱為無極 在《金剛經》裡面就稱為一真 剛剛在前面我們跟大家提到 我們真道學啊 就是把三部經呢 匯集 它是同根同源 所以把無極一真呢 匯集在一起 透過無極的真意 跟一針的十項 兩個對照了解 更容易讓我們了解 我們自心真體的本來面目 也就是先天啊 你還沒有動念頭的時候 您的自性真相 我們簡單的四個字 無極一真 那當然你要講無極也可以 講一針也可以 好我們再請看一下吧 自心真體啊 無極一針 無極一針 靈明動策 佔極長橫 絕代圓榮 體重萬華 我們剛剛提到啊 初步的讓我們了解 我們的自心真體 就是無極一針 就是無極一針 剛剛才講過啊 來自於 《易經》 《金剛經》《道德經》 《道德經》的匯集 那這個真相呢 要讓我們知道啊 我們的自心真體 在先天還沒有動念頭的時候 叫無極一針 叫無極一針 他的狀況是怎麼樣呢 喔 他的狀況啊 不可思議啊 叫靈明動策 佔己長橫 絕代圓榮 這三句話 後面也有詳細的解釋 這樣的告知我們 這個作用是體重萬華 體重萬華就是 但是當你能夠恢復到 你無極一針的自心 也就是你能夠 理向理念 恢復到你的本體 本體就是無念啊 這個周啊 就是周而復始 它涵蓋在萬華裡面 萬華就是 生命宇宙萬華 天地萬物 都涵蓋在這裡面 換句話說呢 宇宙萬華 天地萬物 都是從你的心變的 離開你的心 沒有宇宙 沒有萬華 沒有天地 也沒有萬物 所以你的心 恢復到本體 涵蓋的層面這麼大 那現在因為我們 被我們的念頭葬住了 我們的心量越小 活得空間就越小 我們就活得越不自在 我們就活得越痛苦 所以我們今天來認識真道學 就是要認識我們 最真實的本來面目 就像這裡講的 靈命動策 佔己長橫 絕代圓榮 而且是體周萬華 好 我們這個單元啊 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祝大家幸福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